一般而言,古代官员的品级与权力是对等的,即便两者的官级只差一品,他们的权力也是天差地别的,但凡事都有例外,在清代有这么四个官级,品级都在五品之下,却手握实权,就连从一品的大臣都要忌惮三分。 这四个权势滔天的职位到底是什么?欢迎收看剧谭史,点个订阅,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 各省学政,首先在清朝时期,有这样一个官职的存在十分特殊,它就是学政,起初这一官职被称为都学使者,直到雍正四年才被译名为学政。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学政并不属于朝廷正式官员,更像是对地方各省的文化教育执行官,可以说学政是各省教育体系中最重要的职位,从朝廷官员层面来讲,他们的品级不固定,大多数都是根据原有的品级,由各省份自行调整。 但无独有偶,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官职不高的职位,却有着十分严格的认职要求,并且这些岗位认职要求十分严苛,大多数官员都是从欧诺格汉林院中统一选举,然后派遣各地。 例如历史上有名的官员张之洞,他就曾在四川和湖北两地担任学政。 但要说压的官职,实际上也只是正无品,可为何这样看似不高的官职,却令都府为之忌惮? 促之中曾记载道,幼主,学识比如一详,这一学识指的就是学政,学政之所以权力如此之大也是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监管的作用。 乾隆时期这项特权被无限放大,为了更优先地监管各地政治教育,皇帝甚至赋予了他们密哲权,所谓密哲权严谨一概就是, 这些阎官可以直接面见皇帝汇报情况,说白了就是打小报告,而这也是地方都府最害怕的。 可以说在清朝,小官管大官的现象十分常见,但也正是有了学政的存在,地方都府在一定程度上会严苛监管自身和当地管理, 可以说学政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朝廷更有效的管理。 此外,学政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监督都府的行为,以平衡地方势力,防止都府权力过大, 尤其是到了乾隆中期以后,皇帝在选择学政时会嘱咐他们关心地方政务,并赋予他们调查地方政务的权力。 因此,学政在各省地方政治中具有相当大的实际权力。 六科己事中 虽说这几个官职的级别不高,但是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监察和判决作为官职的主要权力,清代的官职,基本沿用明代,但也做了些许的改变。 以六科己事中这一官职为例,虽然只是无品左右的职位,可是却有着监察皇帝的重要职能,光是听着就让人觉得畏惧。 这里的六科对应便是京师的六部,是明代时期首次出现的官职。 按官级来论的话,六科己事中在明代不过是个正七品的芝麻官。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芝麻官,却是当时人人争抢的香波吧,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官级不高,却敢弹和正二品的尚书,以及正义品的内阁首辅,甚至如果真把他们逼急了,皇帝连圣旨都发不出去,六科己事中之所以遮阳牛气,除了因为他们是专门负责建言,监察的官职外,还拥有第一项至高的荣誉,也可以说是权力。 风博权,风博权是什么,通俗点来讲就是皇帝下达的首谕,圣旨,凡是六科己事中认为有所不妥的,都能有权打回重写。 这便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正七品的六科己事中是可以牵制皇权的。 自古以来,皇帝,天子两个字就带着绝对的威严,那么六科给事中又究竟是怎么监察皇帝的呢? 原来,这所谓的监察,主要是监察皇帝的预旨,只要是觉得皇上下达的预旨,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可能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给事中就可以驳回。 虽然这一职位的权力,在清朝的中后期已经有所削弱,但仍然是有着监察六部的巨大权力,朝中所有的重要官员上到上书。 下到司官,都对其忌惮不已。 清书时严习明智,六科给事中的职能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品级有所提高,从明代的正七品调整为了正五品,但是到了雍正时期,皇帝为了加强皇权,将六科给事中合并到了督察院。 虽然官籍仍是正五品,但是能够制约皇帝的封国权却再也没有了,不过虽然相比较明代实权有所下降,但是六科给事中仍有监察六部的权力,一旦有任何不合理的地方,六科给事中便会向皇帝奏报,可以说上到内阁首府,二品尚书以及督府。 下到九品芝麻官,一言不合就要受到他们的弹劾。 刑部邱审处郎中 除了上两位,还有一个邱审处郎中的存在令人闻风丧胆,该机构于雍正十二年成立,最初叫做邱审处隶属刑部,可以说刑部绝对算得上是清朝最高的司法机构了,他们负责帮助皇帝处理各种重要重要案件的发生,而邱审处郎中正是作为刑部最不可或缺,也是最后一道生死审判关口。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只要邱审最终对案件进行了定性,那么最终皇帝也基本按照这个结果宣判了。 可以说,他们手中的刑具和笔杆,拥有既掌握人生死的绝对权,如此重要的职位,对于皇帝来说,用什么样的人,怎样选择也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想成为邱审处郎中也不是轻而易举的,随着该机构的发展演变,邱审的地位也在持续增高,到了乾隆年间发展顶峰,甚至一度越过了尚书侍郎的地位赫然存在。 因为人命关天,并且是关朝廷的名誉,因此皇帝对邱审处郎中的选拔十分的重视,并且自乾隆即位后,邱审处郎中的地位得到了史诗级的加强。 地位又是甚至比尚书,侍郎还要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不同于其他六部,刑部更加的靠实力说话,这里的实力便是对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毕竟没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和全面的法律知识,是很难公正地处理各种案件的。 因此,在刑部会出现刑部尚书在处理案件时,反而要时常征求邱审处郎中的意见,毕竟很多刑部唐官都是汉宁官空降的,他们很多只是在刑部度以下金, 对他们皇帝会另有重用。所以说,这些刑部唐官在邱审处郎中面前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 并且,邱审处郎中的前途是一片光明的,清代京师六部通常有几百名郎中,其中当属邱审处郎中的含金量最高,不乏一些邱审处侍郎因为表现优异,直接从正五品的郎中一跃成为从二品的刑部侍郎。 15道掌印监察御史 15道即按15省命名,清代15道掌印监察御史至从五品,其职能与明代并无一同,主要是监督各省政务以及在京在外闻五百官,不管是大学士还是小经官,一旦工作出现失误,或是个人操刑欠妥,那么就会受到监察御史的弹劾。 可以说,以下范上就是监察御史的工作职能,对于高级官员来说,15道掌印监察御史是最令人忌惮的存在。 明清两朝的监察御史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在其位谋其政,如果任上没有弹劾掉一两个重量级的大臣,那么就会被认为是工作不到位,清代有四个官职级别不高,权力却很大,就连大臣都府也得忌惮三分。 同样,高级别大员也最怕监察御史,尤其是明代,内阁大学士以及六部唐官,只要是受到了御史的弹劾,按惯例就要自递辞呈,且皇帝一般都会批准。 清代的御史腰杆没有明代那么硬,但是也不乏有骨气的御史,虽然弹劾未必得到皇帝批准,但对于被弹劾之人来说,其后果也是难以承受的。 此外,当皇帝要收拾某位大臣的时候,一般都会暗中只是御史上奏书弹劾,康熙朝的明珠,乾隆朝的张廷玉,同志朝的公亲王一新等等,都是在皇帝受益的情况下,由御史出面弹劾的。 在这种情况下,御史的弹劾往往是秘密进行的,对于被弹劾的官员来说,后果是难以承受的。 同时,对于一些有骨气的御史来说,即使弹劾未获得皇帝的批准,也能帮助揭露官员的贪污腐败、独职等问题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毫无疑问,十五道掌印监察御史在清代官职中拥有巨大的实际权利。 以上所述的四种官职虽然品级较低,但在清代的官职中却拥有相当大的实际权利。 他们在监察、审判和教育行政等方面具有特殊的职能和地位,可以制约高级官员的权利,并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皇权和地方势力。 因此,这些官职在清代官职中的地位与权利并不仅仅取决于品级,而是取决于具体的职能和工作范围,表明了清代官职的灵活性与复杂性。 其实不止上述的这四个官职,在清代还有很多可以,也敢于以下犯上的职务,像寻曹御史、寻暗、寻严御史等。 这些官职的品级也都不算太高,但是却手握视权,并且能够对都府等朝中大臣产生威胁。 虽然这些官员都手握大权,不过打铁还需自身硬,他们的权利都来自皇帝,而想要行使这些权利,他们自身首先要做到毫无破绽可言,如果这些官员本身就迅思舞弊。 并且一旦被人抓住把柄,那么曾经的他们有多么辉煌,未来收到的惩罚就有多么的凄惨。 不过这种坚守自盗的事情还是很少发生的,毕竟能够担任这些官职的官员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 并且也有相关的人员对他们进行考察与监督。 可以看出,在封建王朝时期,很少有人能够完全得到皇帝的信任,像监察御史、寻案、布政史等,都是皇帝为了制约地方官员所设定的官职。 。 。